和其他业主一样 徐女士三年前购买了位于中国桂林市 秀兰郡府的一套70平米的公寓 搬进新房的徐女士 却形容自己是从天上掉到地上 公寓里面家徒四壁 居住环境更是简陋的让人难以想象 三年前开发商大力推销的高层景观住宅 如今已成了烂尾楼 秀兰郡府2018年9月开盘 一度是当地明星楼盘 然而2020年6月 开发商加登堡被告非法集资 罚款3.4亿 楼盘刚建一半就停工了 业主们拿不回预付押金 又无力偿还贷款 不得不用搬进烂尾楼或停贷的方式 向桂林当局施压 烂尾楼的业主自虐式维权 未来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方案呢 专家感到悲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一综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一继维权